邓维但凡是反抗一点都不会有人传他与杨子的绯闻 可是他叫杨子姐姐 两人的一些互动他也不抗拒 甚至还有点享受 长相思四大男团带着小妖杨子一个掌上明珠直播 你画我猜游戏环节 需要有一个人来配合杨子猜杨子的话 但是表哥谭剑次王红义都因为不忍直视杨子的画功而拒绝了 杨子摇头换脑的左看右看找不到伙伴 邓维才认领了这份差事 很难不怀疑这只小狐狸是故意的 因为他本可以早早的拒绝或者接受 但他却选择了压轴 这全是因为他早就有了大方的自觉 默认自己会一直支持追随小妖杨子 四姐安排的任务邓维出来都是积极完成 邓维也在直播中说过 只要小妖需要他随叫随到 咱就说这真的不比余圣夫妇好磕吗 邓维是养成戏的嫂子 目前的杨子评论区 姐我们只想要这个姐夫 这个同意的回复邓维评论区也没落下 邓维粉丝也都纷纷的笑访 哥我们只想要这个嫂子 双方粉丝都满意的情况下 就不能为了粉丝谈一下嘛 还在剧组时 邓维刚拍完了一场感情戏 情绪久久沉溺于其中无法自拔 而一旁的杨子作为老前辈 早就捋清了思绪 杨子为了帮助邓维出戏 竟偷偷出手 把邓维的头发变出了两条麻花辫 看到自己的头发大变样 造型突然从温润如玉 公子哥变成了相册里的翠花姑娘 邓维突然啵刺一下笑出声 这就被姐姐给哄好了 宠妮的眼神看着杨子 完全没有危险的意思 只觉得好好玩啊 有一种男朋友 宠妮着古灵金管女朋友的感觉 可是这只狐狸 之前在狱龙剧组里 却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女演员因为好玩 给邓维系了一条辫子 对方玩好了之后 邓维马上就要求拆除 偷偷的一个被迫营业 当然更好客的是 两个人的一些肢体接触 也是完全没有安全距离 邓维即将杀千的最后一场戏里 助理在给邓维整理头发 杨子在原地试跳动作 邓维看见了下意识的反应 就是万一要赶紧抱住杨子 两个人如火如荼的讨论着 这场拥抱的戏份该如何演绎 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 就是邓维抱着杨子牡利转圈圈 伤心了都舍不得放手 可能有些网友会觉得奇怪 这个装造完全就是在 拍摄前期的剧情 怎么就突然杀青了呢 这其实就是电视剧 拍摄说法的起码之处了 有的时候是倒序 有的时候是正序 又或者是天使地利 人和因素都具备是 先拍的一段剧情 这就讲得通了 难怪剧里 涂山景前期看小二的眼神里 就已经全是深情 原来是快杀青时 才拍的前面的戏份 在今年这个暑假 凭借和杨子共同出演古装偶像剧 长相似一路窜红的邓维 官宣了第一个商务 此次他宣布的商务代言是女性化妆品 比较高级的药妆天花版 该品牌基本不为流量 全线无代言人 目前明信里面最高title是品牌大使 因为满满的都是成分 高端院线指定的项目后 修护精华 在平时爱好护肤的女性群体里面 口碑非常不错 也很火 换句话说 就是邓维首次拿到的商务代言 非常高别格 正好又来到了 每一年时装杂志 PK金酒银食的时候 邓维也在这一次混战之中 登上了杂志 费加罗的金酒封面 费加罗这次没有选错人 销量数字非常漂亮 卖出了23万本实体杂志 是2020年至今 唯一一个实体杂志销量 冲进前十的一人 还要排除掉限定 没有下过海 没有秀人基础 靠三分难二 以首方就杀进前十的一人 一举超越了去年 同期爆红的顶流网合地 长远级迷里的销林歪打正着 由于男主角给自己胡乱加戏 杂柔了太多元素 反而把这个戏份 悲善的七零八落的销林 变成了白月光 包括下线 都不知道是怎么下的 纯情仙家弟子 公也纪悟 别说 让剧里面的叶冰长 艾勒基外年没有忘记 去外面都让人十分薪水 长相似的男狐狸精 就更是经典 直接创作出了一个新名词 男绿茶 他身上那股人俯感 可以说是娱乐圈 目前独一无二的存在 再加上都是古装偶像剧 合适的装造 给等位扬长臂短 突出了身高优势 也帮他找到了一种 独有的气质 因为他个人的长相 并没有具备着 很高的辨识度 而且有一些科技感 自己给自己打扮的样子 被大家调侃 叫做潮道风诗 踏方指数高达一百 反倒是通过 在影视剧里面的 古装造型 放大了他的优点 让他看起来 颇具古典气韵 无形中找到了 他的圈粉所在 凭借着几部 系的积累 已经有了一定的 粉丝基础 邓舞围的资源 自然水涨船高 网上有消息传来 他将和向寒之 合作古装仙下偶像剧 仙台有数 一看到仙下剧 不少粉丝心里就没底了 仙下剧是一个 已经拍烂 且发挥很稳定 稳定的差的题材 此外向寒之 是被大家嘲笑 叫做资本狐花的 三里团三姐妹之一 也就是资源很好 架不住还很狐 因此邓舞的 第一次男主剧 很难让人放心 至于邓舞 到底会有什么表现 就只能等明年 作为男主的剧 播出之后再看了 邓舞在娱乐圈的路 怎就如此难走 难道他是来乐圈 历劫的吗 一个能让粉丝 注意安全的人 一个直播带粉丝 看海 看日出 看雨的人 一个在唱话上 和粉丝互动频繁的人 一个看到粉丝 都会嘴角上扬的人 怎么能就被吵成这样呢 怎么因为一句话 就被否定了 所有的付出呢 自长相思开播以来 邓舞直接涨粉几百万 以这个趋势来看 可以说是未来可期 但人红是非多 逐渐抱负的邓舞 也没能避免被考古的命运 网上关于他的黑料 可不是层出不穷 一开始 他的几张非主流 时尚照片流出 他算是平安度过这一关 可谁知 还有九九八十一难 等着他去闯呢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事情发生了 在内娱 收话比较有分量的余政 突然下场 怒劈邓舞 不仅说他小牌大耍 更是吐槽他 人品不行 而这样的攻击 更是接二连三的 向他砸来 他随便的一句话 差点让邓舞 万劫不复 为了此事 两人多次登上热搜 不仅成为大众 茶余饭后的谈资 更少不少人 对邓舞的人品 产生了怀疑 前辈的话 直接导致了邓舞的 零代言零商务 试想 谁会冒着得罪人的风险 去用一个 刚出道的小演员呢 其实邓舞 是长相思 四个男演员中 热度最高 涨粉最快的 却没有一个代言 一个商务找到他 甚至因为此事 一度八个月没戏拍 难道这黑暗时刻 是成为顶流必经之路吗 但好在 乌云过后 太阳总会出来的 近期他不断登上 两本杂志封面 新的代言 也陆陆续续找上门来 就连代播剧 都排下了长队 可以说 他真的是苦尽甘来啊 属于他的那道曙光 终于来临 然而这临门一角 怎么赶得这么及时 已经订好的这个月 去佳琪直播间 宣传新代言 然而这事 平面就赶得这么凑巧 被防暴至此的邓危 不管去不去 都会有人说 从他登上的杂志 完全可以看出 他的热度和实力 仅仅11个小时 杂志销量 就已经突破了千万 如果他去了直播间 粉丝为他买账 那会不会被喷成 纵容直播间的 这一做法呢 如果他不去 会不会又被 攻击成筛子 又要被 别有用心的人 夸大其词 只造他胆小怕失 是小 会不会又利用舆论 掀起什么 惊涛骇浪呢 但这些 又其实他一人可定 锦上天花艺 雪中送他难 但其实邓维 去与不去 最终的决定权 不见得在他手中 可能最后 拍完决定的 还是品牌方 至于邓维来说 最重要的 还是立足当下 好好演戏 才是重中之重 用作品 用实力来说话 让那些 防他抱的人 防无可防